对 这个歌 就是要教这一首歌 解放军这首歌 他是用浅显易懂的方式 容易被接受的方式 让所有的 起码东部战区的 这些官兵知道为何而战 为何而战他没有讲得很八股 或者很标 就是说很这种宣传式 他就很简单 就是保卫神圣的国土 保卫一块还没有丢失 很可能被丢失的国土 这种对于军人来讲 我想这是基本使命 基本本来就是保家卫国 他不是为了什么特别原因 他现在讲得就很清楚 就是保卫国土而战 那么台湾就是中国 神圣不可分割领土 那么现在帝国主义势力 台独势力 要把这块土地从中国的这个 中国分割出去 所以他现在要把这个为何而战 讲得很清楚 而且我觉得 这种心理的作战 心理的这种武装 有的时候比事实上物质的武装 甚至还更有利 因为军人 我前一阵跟一些军方的前辈吃饭 就在讲这个所谓的军人武德 军人魂 这是他们早年在比较民国四十年 四十几年五十几年 在黄埔军校 每天上的 每天受的什么 军人武德 军人魂 军人为 你为什么要做军人 要搞清楚 那军人的使命跟责任是什么 军人的应该有的什么 精神上面的修养是什么 那这些都是真正到作战的时候 你会让人不顾自己的生死 那么把这场战争 尽力把他打赢 这是这个 这个就是什么 这就是精神武装 你以为真的靠那么洋枪大炮有用吗 二次大战的时候 军队打那些 那些曾经不可一世的军队 一戏之间武器通通放下来 他失去他作战的任何理由以后 军队 你不要看他再多的 再多的坦克再多装甲 一戏之间 军心就崩了 就崩了 所以其实在这个大陆 现在用这种歌曲 来告诉他的一线官兵 为何而战 加强心理武装的时候 我也觉得大陆的决策者 事实上 心里面对于台海会不会发生 军事的冲突 基本上 我觉得心理的准备的那种状态是 任何时刻都可能发生 可能就发生在明天 也许这个歌根本不是像台湾或像美国 他其实告诉自己的解放军的这些 第一线的战 空军或海上的箭儿们 你们为什么要打这场战争 这也可能 那是美丽的国土 这是我们神圣美丽的国土 对 你的责任就是保卫 捍卫这块国土 永远是属于中国的 这个力量非常的大 那这种你 你调子唱太久 你会麻痹的 你会觉得就没有感觉了 可是为什么这个时候 这一类的这种心战 这个心战不是对你心战 但是对自己的这个自己的这个同袍 对一种心理武装 为什么都出来了 而且这么直接 我想就是整个 从领导层到这些军方的 整个的决策层 基本上在心理上就说 大家现在心理武装起来 可能明天这场战争就开打 可能不会打 可能下个月 可能明年 可是不论何时 这个可能不是我们能控制的 情势发展到那个程度的时候 大家就准备什么 就上战场 就准备 拿着 拿着 这个 提着脑袋上战场 就这么简单 所以我觉得 现在很多迹象 都是显示 中国大陆对情势的研判 是非常严峻 是非常非常严峻的 这基于他们第一线 跟美国的这么 这过去一年多 一两年来的实际的打交道 交手 交手他得到的一种认知 美国绝对不会放手 绝对不会放手 所以我们一定要备战 而且今年是一个充满了危机的年 你像美国现在 美国越乱 因为台海就越安稳嘛 美国越乱 总要一个地方要搞得比他更乱 这叫什么 这就把他的外部冲突 把他增大 来压低他内部的冲突 然后用内 这样子给他的内部不容易爆起来 也就跟气压一样嘛 你外部的气压 大过于内部的气压 他就把你压扁 可是你内部的气压 如果膨胀太大的 自己会爆炸 自己会爆大 他要靠外部气压 把你压下来 他要找到一个平衡点 所以现在中国 就美国而来讲的话 大家都看得很清楚 美国没牌 美国只剩下台湾这张牌 你说科技制裁 贸易制裁 你说有功效吗 中国大陆现在大家讲 明年的经济 今年的经济成长率4.5以上 美国是什么 一都不到 那你不是一支贸易制裁吗 美国最大经济体 对第二大经济体 下手有留情吗 没有啊 全部的精锐进出 你在抑制中国的发展 你抑制住了吗 对 中国有像你讲 被你和平转移吗 你搞一个香港的动乱 它那个有 蔓延到中国大陆吗 你现在在疫情 最后搞了一个白子运动 它有办法撼动中国大陆人心吗 没有嘛 那请问一下 你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方法吗 那成功在短期内 或者十年之内 尽快的把中国大陆 这个 快速崛起的一股力量 把它从什么 derail嘛 就是从它的轨道上 把它震出来嘛 那 那最后 最后就是什么 就是台湾嘛 而且 台湾目前这个政府 说实话 真的给美国提供好机会 几乎是 予取予求 哪有这么配合的 连韩国日本 有的时候都给你 都给你打个折扣 都可以说做不到 你看看蔡英文 这个政府 对美国 有敢坑一声气吗 一声不坑 而且怎么样 让美国 予取予求 这个也不见得 是台湾一直的 一直的状况 我跟你讲 蔡英文下来以后 可能状况也会改变 而且台湾民心 现在在改变 所以对美国来讲 也是有他的这种 有他这种压力 所以最近 这几个月 几乎已经不是 一个月一次的 大批共击绕台了 我的认为 我认为 因为中国大陆的讲法 他很清楚 他说一个是怎么样 是联合的战备 战备警巡 加上实战演练 战备警巡 是主权的一种 主权的宣誓 可是实战演练 干什么 实战演练 你以为他做那些 做那些动作 是无意义的吗 这些飞机的这种 这种搭配 是无意义的吗 我认为 都有深刻的军事意义 只是说 他也不能够让你知道 他这种搭配是什么 什么原因 可是呢 我觉得大陆如果有十套 因应台海情势升高 的军事回应方案的话 那么现在每一次行动 都在实战演练 这个十个军事回应的计划 里面某一个部分 然后一直在演练 以现在对情势研判的紧急性来的话 那已经不给你搞一个月一次 现在你算算看一个月几次 一个月几乎是三五次 现在一个月三五次 因为你如果一次执行一个 这种所谓的台海情势升高 军事反应方案 方案七 你不可能一次把他的科目做完 你可能就要分七次 你可能要千分八次 把这个演练做完 那你方案六 搞不好里面也有七八个方案 你想想看 这个加起来十个方案 每个方案分五个步骤的话 就五十个步骤 那你要做五十次演练 那你还不见得熟练 那你这五十次演练 你除以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你不是一个礼拜就要一次吗 对不对 所以我是觉得 这个只是空军的 海军的话 你看他 你从这个 从这个 从这个 好 这个中俄的这个 联合 联合 联合海军行动开始 到这个之前的这个辽宁舰 到这个 关岛 关岛 然后呢 05大驱从巴士海峡过去 然后呢 现在的重点是什么 我觉得除了 对台的军事 海军方面很重要一个方案是什么 基本上 就是台湾以东海面的控制权 那个以西海面需要控制 我觉得不太选 因为你陆基的这个飞弹 就可以达成很多目的 集成你空中 集成你空中的部队 集成你海上的部队 集成 就是说 集毁你西海岸的所有防御设施 跟攻击的可能性 西海岸可以 东海岸 东海岸 那个靠什么 靠这个055 靠052 054 还有呢 航母 航母现在 辽宁号 山东舰 对不对 山东舰 还有未来的福建舰 还没入列了 那在一年以内都要加强演练 所以我是真的觉得蔡英文也不躺平不行了啦 这种高频率的话 你光你飞机每个都起来半飞的话 你光你那个双倍的耗损你就多少 而且根本不回来 我们的战斗机很多东西都挺惨啦 买不到啊 而且你的飞行员 坐舱比这么低 你不要每个人都是黑眼圈啊 那怎么打仗啊 对不对 然后你的海军舰艇 能够 每一个这么密集的军事训练 你都做某种合意吗 所以我是觉得 这个过程中 其实会造成 我们这边 军队的一种 麻痹以后的松懈 那他如果 一次行动一转变 因为实战演练基本上 就可以随时变成实战 你就不变成演练 所以我觉得今年啊 真的是一个 对中国大陆来讲的话 是以实际行动 来代替口头说法的一个年 他是澎湖福澎喜来 跟酒店推出的 海黄鲍鱼干贝XO酱 小小一瓢啊 可是有大大的学问 里头有很多像是呢 这大干贝 就有很多像是 这20多种的氨基酸 其实对于你 人体之间是非常有效的 因为它里面有 稠蛋白也是加分在加分